難得今天我們來到了屏東 我們來聽聽屏東在地有什麼心聲 以及對這次的選舉有什麼看法 我們要把時間交給家瑋 好了各位啊 這一次台灣的總統大選 作為東亞非常重要的民主兼兵 全世界都在關心 中國也在關心 在這個倒數一個月的時候 中國打出了貿易壁壘 接下來我們有更多東西不能賣到中國 但大家知道嗎 農業大限我們聽說 我們的苦瓜現在不只是賣給中國 賣到全世界 這位苦瓜伯陳大哥你是怎麼做到的 在副館長在那裏副館長 創咖啡的副館長 曹啟宏這個館長之後開始一直燒 那個副館長過新加坡 這裡比較兩度 他們都怎麼說你的副館 然後 差不多要兩檔 只要二十五分鐘 副館長之後 然後開始燒到加拿大 加拿大是四十抽一整個 整個喔 不是說 副館長兩檔 那就是說這九個新加坡 馬來西亞都有 這兩年沒辦法 剛才疫情這檔 加拿大一禮拜要出一棟 運費太多都沒出 沒辦法出 加拿大的人都說你們屏東的苦瓜如何 真的好吃 不會苦是不是 不會苦啊 大家說你們的苦瓜不苦不好出 不知道結果真的有夠讚 沒關係 謝謝陳大哥 雖然知道屏東的苦瓜現在賣到了 加拿大賣到了新加坡 賣到了馬來西亞 站上了全世界 但是來到屏東我們還是要了解一下 屏東民眾的心聲 過去這幾年 大家很關心南部的生活 新緣的鄉長 芳香長 來說看看 那這幾年生活到底過得怎麼樣 有什麼樣的改變 我覺得 這種小英執政以後 我覺得 國家變得非常的進步與繁榮 實際上民眾的感受 他們最喜歡哪一個部分的改變 生活能夠安居樂業 是非常最好的感受 那對比一下有沒有一些 候選人提出的政策 屏東人比較在意的 我覺得總統 如果總統來講的話 大家可以觀看媒體 應該是我們的 賴副總統 應該他所提出的政見 是比較符合民意的需求 是這樣 好 謝謝讓我們聽到屏東 新緣的心聲 這樣我們再把鏡頭交換給貴雅 我們今天富貴是立委的參選人 台語叫富貴 富貴 富貴 那富貴 我說實在的 其實 在屏東 尤其是在平南的這一席 平北市中嘉賓 那平南的這一席 我覺得民進黨是選擇了一個 不打迷糊仗的那一條路 因為有些問題 不過你們覺得不可以含糊 不可以說拿一些有問題的人 照常拿名 這是民進黨的價值 他們的堅持 那在這個部分 你是五個月前才被徵召的 五個月前 那其實跑選舉的時間蠻短的 之前李正浩有來幫他倒走槓 我覺得李正浩這個人真的厲害 口齋有夠好 他說富貴 富貴是怎樣 他是像中酒的少年兵 你們聽到有什麼意思嗎 外能淚熱 料好實在 那這一次的 這一次在選舉的部分很拼 是 我想這次的選舉對我來說 是一個人生的考驗 不過我們在五個月前到現在 手上四個月 我們非常有信心 當然感謝這段期間 我們的賴清德副總統 跟我們正副總統的搭檔 那我先打斷你一下 因為在造工的時候 好友有來屏東 他就說 比方說台南有南科 高雄有什麼橋頭科學園區 然後他就說 請教一下你們屏東有什麼 屏東有什麼建設 好像屏東很落後的樣子 他懂嗎 其實屏東在這個 我們小英總統執政的八年 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包括我們現在高鐵南延到屏東 屏東 屏東融種 去年也已經營運 還有最重要的高鐵特定區 周邊我們有科學園區 已經今年陸陸續續在擋工 我們未來可以提供 至少六千個就業的機會 這樣說不厲害 六千個就業機會 是啊 我們希望我們的年輕人 可以回來高雄 一同民做工作 一同民來照顧我們的市場 我想這比較是我們的目標 要讓大家安居樂業 希望城市 我想這就是我們的努力的方向 這裡來到在地了 我們要看看屏東立委的候選人 我們今天你知道嗎 為什麼讓徐富奎變成了國民岳父 因為跟他的女兒有關係 但是我們來問候選人的評價之前 問太太太太座的話 一定是說好的 我們要問女兒 來 婉芊來跟我們講一下 爸爸在過去的時候 因為從政 那怎麼樣跟你們的生活有一些改變 像我們小時候要去墾丁玩 那時候車子已經開到訪寮了 結果他突然接到一通電話 然後就說要去服務民眾 我們就開回來了 其實那時候我跟姊姊都是蠻傻眼的 然後也會覺得很生氣 就覺得他都說話不算話 那種爸爸 他是怎麼樣的 他跑去幹嘛 那就是去幫民眾服務案件 那到後來八八水災那時候 整個重創東港 他車子開到東港就進不去了 那為了服務那些民眾 他就是涉水進去 那時候大腿還縫了好幾針 所以我和姊姊就被他這種精神給感佩 是 所以我們知道要從政 他接下來要選舉 徐富奎這樣的候選人 往往你看 他圖利的不是自己 犧牲的是自己的家庭 好 我們現在再把鏡頭交換給貴雅 難怪人在說 你如果是要害羞的人 你會去選舉 這句話 因為常常有人拱我 叫我選舉 不要害我 不要害我 但是進廚房就不怕熱對不對 來富貴 我幫你請教 因為其實剛剛女兒有講她的心聲 我覺得剛剛有一個大姐講的心聲也很重要 就是屏東在交通建設的部分 不然有一些台北看天下 譬如說在北海海的 洪孟凱 他曾經有質疑過說 你們平鵝公路 憑什麼花78億 那什麼百里種樹 種個樹都需要那麼貴嗎 真的不滿 你不是利貴嗎 利貴不會去查一下 百里種樹不是為了種樹 是為了要把電線桿 我們這邊的那個叫什麼 洛山峰是不是 洛山峰很強 包括颱風很強的時候 這電線桿地下化 難道沒有它的必要性嗎 我覺得今年我們有五顆鳳台 其中四顆都從我們鄉村過來 結果我們鄉村半島沒有停電 為什麼 因為我們平鵝公路沒有電線桿 所以沒有停電的問題 大家說對不對 對 所以我想這個就是我們民進黨 長期以來發現問題 解決問題 尤其在我們的副國院長 所謂的建築機 我們從平鵝公路的電線桿 所有電線桿地下化之後 我想讓我們這邊 所有我們鄉村半島的鄉親 都很安心 不受到颱風的威脅 我想這就是一個負責任的政黨 真的非常的有感覺 以往動不動風吹的電線桿倒了 就沒有電啊 很煩惱 阿布里哥現在看到成效了 所以屏東人也都有感覺 因為之前在弄的時候 哎唷哪個搭車哪個搭車 哪個搭車 哪個搭空 有特別想起 現在知道說 原來這一些建設 它的成果 這麼樣的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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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